你们想干什么 宁夫人 您受委屈了 咱们从来也没招待过 像您身份这么尊贵的人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您多担待 但是 您只要在认罪书上签个字 小的立刻放您下来 好吃好喝的测误着 认罪书 我没有杀人 为什么要签这个 宁云轩呢 你把宁云轩给我找过来 宁大人再发案 吩咐我们两个过来 让您把字给签了 你不是他的人 你们是协派来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子可没时间跟你耗着了 宁夫人 我这烙铁不过是下酒小菜 问你最后一遍 签还是不签 卑鄙小人 卑鄙小人 我配 你 别动 老子 老子 别动 老子 快动 快动 没事了啊 有我在 我今天就不走了 你走 你走 你出去 你别摔着啊 你不让我进去也行 反正我就在门口 不 我今天是不会走的 别以为你今天救了我 我们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 秦斑 我承认 我是骗了你 是我伤害了你 对不起 真的 对不起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其实我 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就想陪着你 守着你 老玉之苦我们一起承担 等以后 如果我们还有以后的话 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 我都答应你 不管有没有以后吧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和你站在一起 把那个设计陷害你的人 给揪出来 那天 就是那天 天火那年 心愿总久为终灰 永不灭 心愿总久为终灰 永不灭 是 这个人用莲香的事情来害我 又这么着急地逼我认罪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从玉佩丢尸开始 我就已经在他的局里了 海芳离京城这么远 消息竟然这么快传回了京城 恐怕他们想借此机会打压我们 皇上 皇上已经知道此事了 要将你押戒进京 接受大理寺的审问 他们怕节外生枝 估计要在你进京之前 先要把你做事赈罪自裁的假象 我知道 我现在身为高明夫人 又牵扯到命案里 如果真的被押戒进京 那恐怕是凶多吉少 现在可能连命都没了 所以这个地方 对我来说才是最安全的 也是你最可控的 宁萱 我知道你从一开始就在保护我 谢谢 老大 有线索的吗 沈连城的手下有个贯偷 叫阿强 平日里抠抠嗦嗦嗦的 这小子偷来的钱全去买酒了 还在赌场欠了一大屁股债 前几日 忽然这小子发了一笔横财 不但还清了债 而且还摇身一变 在赌场成了财神爷 我和我哥便去试探了一番 招了 那个玉佩 是沈连城让他去偷的 沈连城 沈连城与聂姑娘并没有纠缺 这般陷害 芭城是为了宁宇萱去的 你们两个盯紧沈连城 她没有达到目的 这几日肯定会有新的动作 明白明白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宁夫人 但唯独有一处就是对不上 那就是味道 宁夫人身上的胭脂味我不会记错的 但是在莲香的房间 我并没有发现宁夫人身上的胭脂味啊 反而是一种 我平日很少会闻到的味道 所以一开始 我并没有想明白这种味道是什么 但前两日我去了一趟码头 在蛟龙帮那些船夫们的身上 闻到了一模一样的味道 海腥味 还混合着船舱那些发霉的味道 这种味道只会出现在那些 常年跑海的人身上 所以我敢肯定 宁夫人那天晚上 绝对没有去过莲香的房间 九八 这事还挺大的呢 什么事我怎么不知道 告诉你啊 杀害莲香的不是高明夫人 不是高明 那是谁杀的 不知道 不过据说 那人被水烟局的水娘子看了个正着 还认出来了 真的假的啊 真的 前几天她说了自己一句话不说 这会儿苏醒了 现牙的人正能探交代呢 等着 哎呀 你没发现水烟局附近 巡逻的牙医都变多了 就在等水娘子交代事情呢 咱嚎 中文字幕——YK